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韬被打成人民的公敌 当前中共面临美国的围剿 贸易战之下物价飞涨 经济陷入危局 香港动乱难平 中共的江山危急重重 对此习近平难辞其咎 各方势力借此机会向习近平发难 大有废敌之势 于是习近平连续访问内蒙 甘肃等习家嫡系部队的大本营 向党内发出最严重的威胁 不要搞两个中央 否则兵戎相见 纵然小鱼早已察觉中共处于分裂状态 习之上另有太上黄发号适令 王沪宁 韩正先后向习近平发难 只是没料到中共高层内部斗争恶化的如此之快 居然到了要不惜发动内战的阶段 说到这里 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 说小鱼胡说八道 未言总听 然而深知中共本性的小鱼早已说过 中共分裂是必然的 红色家族绝大部分被淘汰也是必然的 不管是皇权专制的本质 还是资本主义的优胜劣汰都不允许猪一样的世袭权贵存在 对皇权来说 异性王是最不安全的存在 对资本主义来说 封建世袭是阻碍他们前进的绊脚石 无论哪一种决局 绝大多数红色家族难逃被清洗的命运 中共历史上曾经有几次严重的路线斗争 反陈独秀的右倾路线 反王明的左倾路线 张国焘的分裂路线 刘邓的走资派路线 林彪的反革命路线 自然邦的反党路线 八九民运斗争 其本质无非就是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是谁当土皇帝的内斗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土共搞来搞去 本质上还是封建军王那一套 太平饭没吃多久 又到了薛藩内战的时候了 当今中共内忧外患 外部环境持续恶化 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包括习近平在内 文革余孽的倒行逆施 狂妄自大 不自量力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黑手 别跟我提什么江曾势力 江泽民会没脑子的去挑战美国地位 会理直气壮的去壮大国有企业 会大搞文字狱 会抓捕香港的书店老板 我不知道法轮功和某些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不去责怪纵火犯 反而去为纵火犯找替罪羊 江曾势力或许会往上火上加油 往火上吹风 但文革余孽不去纵火 江曾 团派 温派 王派 流派 哪有机会去吹风 去浇油 文革余孽既然喜欢四处点火 就怪不得别人往你身上浇油了 总之 习近平现在是真的孤家寡人了 各个派系都像闻到了血腥味的狼 呲牙咧嘴的随时都可能扑上来 连极左派都喊关门 放薄熙来 包子弟真的是四面楚歌 也不能怨天尤人 要怪只能怪自己眼瞎 看不清大势所趋 躺臂当车 根本我们下期 40分钟 谢观看 不想49分钟 撑似 魅 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